你不知道人家是贊助书那些 是啊,你找回資料 所以五、四時上的人已經被我們夾了 我還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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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得你看看 你不信就 你第一開會就是支持這些東西的 理論上就講完所有的贊助反對理由 其實數據就成績一些東西 不過時間問題其實理論上就夠時間了 那就是一樣東西 數據不說 因為數據那些有樣子 我給你看看 就是那些 在網上 我講數據那些其實想說什麼 就是看到那個趨勢 就是一路路 就是那些地方 對於同性戀的看法 是一路路去放鬆 當然如果對於某些中間人士 就覺得就是墮落 就是現在的事就是墮落 但是如果你中性的看 起碼一個事實計 越來越對於同性戀這件事 我們那個包容是有很多的 比如反正在法律方面都看到的 就是剛才說是同性戀 合法化 美國大 就是過半數的州已經是 甚至有個別的州 個別的國家 甚至分為合法都有 另外香港 你也看到有一個趨勢就是 就是慢慢放鬆了 比如 是非刑事發 剛才我講過 合法化是非刑事發 但是現在千萬有一個壓力 就是好像都要跟回西方那邊 還有還有一些數字最重要 這個你說墮落 都可以的 如果你們來過 就是在國際上 但是很多數字看到 就是那些容許同性戀合法化 甚至做一部同性戀合法化的地方 罪案率等等 不要差到 就是如果你最好反對理由就是差了 那些人雙風敗族這樣 但是不見得的 就是你做些調查 理論上很多人做同性戀不道德的時候 它不應該就是一樣東西 是很多東西反應到的 例如很多性罪行 就是那麼隨便 就是很多人了解同性戀就等於吃南家 很隨意 如果那麼隨意 就是性罪惡會比較多 但是沒有影響 就是有沒有同性戀分因 同性戀合法 沒有那些問題 比如這些數據 這些數據讓大家看 我最後想說一件事 就是所謂逆向歧視那種討論 其實我知道外國其實沒有太多人說的 其實沒有太多人說的 但是香港有些人都在說這件事 這裏我就嘗試說 因為我自己都不是很專門研究 不過我只有一些想法 如果有不適合大家 各位可以多多指教 我現在解釋什麼叫逆向歧視 是英文 是英文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不是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Reverse discrimination Reverse discrimination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就是美國那些 你給黑人 一定要有一個比例 給他們進去大學 這都叫Positive discrimination 就是好東西來的 但這個絕對不是好東西來的 你肯定不會被關進客 他影響歧視是這樣的 即是說有些中介人士 中介人士是誰就是你剛才說的 不是所有中介人士 人家是那群人說的 絕對是 沒有其他人說的 即是不會是姓公會說的 不會是姓公會說 不會是姓公會說 還是那群基要主義的人說 是姓文化學會和榮光姓那群人說的 因為不用說的 現在是事實不用討論 要維護家庭聯盟 那家庭已經結束了 因為內部鬥爭都結束了 我很清楚這些 這兩個是權力鬥爭的機構 絕對不是一個道德機構 我解釋一下逆向歧視是甚麼意思 意思是說 共性戀和性經向是人權體的自由 所以我要尊重你 但問題是 如果你尊重對方這種所謂的自由 選擇到我們的自由 側保的意下 就是這種自由都不是應該給的 都不合理的 那現在選擇了那群人的甚麼呢 就是 他們覺得是一種逆向歧視 因為我給你有同性戀 合法化好 最後分解合法化也好 就會對我的宗教有歧視 因為我經書講到明 逢性戀是不道德的 譴責的 我相信這套 我是這種宗教教的 如果你容許同性戀是合法化 甚至再進一步是 同性戀的分解合法化的時候 即是你極向歧視我們這些教徒 因為這個現代社會有宗教自由 應該容許 宗教自由就是 我們信甚麼 要給自由我們去信 這是宗教自由 但現在你容許這些 同性戀合法化 同性戀分解合法化呢 你是逆向歧視我們的宗教教徒 甚麼逆向化呢 甚麼逆向化呢 即是說 我給你自由的仇 歧視在我們 是啊 我不是叫你的宗教的人 去做同性戀 我叫其他人做同性戀 關你甚麼事呢 他們是關關事 你知不知 如果你辭了這條法 他這樣說 就已經可以告他 你知不知 我講完他 給你的理據 因為他們找一些例子 有些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公開反對同性戀 在外國的案件 因為香港未有 我知 我知 即是在香港 但外國的案件 有些事是看到的 有宗教的背景的人 因為公開反對同性戀 雖然立法 但他們信仰 反對 反對有很多種 例如在計較或課堂 反對 或是在教會 你是不接受同性戀的人 做生意 說明 他不是這樣說 不解釋我 是說明 因為你同性戀我 所以我不做生意 這些如果在其他歧視裏面 就一定是有責任 有法庭市責任 譬如我們 現在經常在新聞間中看到 你不接觸一個雙層人士 譬如一個的士司機 可以被人告你歧視 歧視雙層人士 或者你不做一個 小數民族的人生意 就告你種族歧視 這樣吧 就是法律告你 現在呢 外國的經驗就是 有些律師 有些律師 或者是行跡人員 他公開講 反對同性戀 或者是 他是商人 不接受 同性戀者 即是 的生意 這樣就被人告 說你要歧視 如果根據相同的標準 就是 你都要受罰的 要是你歧視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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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法律責任 現在同樣道理 這群律師 或者神父 或者有信用的人 你公開去討論 或者做一些 反對歧視 或者歧視 所謂叫善動仇恨 就是 Pay crime 這個正向歧視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有問題 有問題 那我可以 如果是這樣 有整個exception to exception 是 是 我再這樣意思一下 我先講完 我看法 因為 歧視 歧視 他們說的不是法律問題 是道德問題 因為你歧視我們 所以你不道德 所以你不能夠有這些 本性戀是合法化 不違法固然系 甚至道德都不行 因為你一講這些道德 就歧視著我們的宗教 一個經書話都明 這些是不道德的 我當然要講 作為一個基督徒 但現在你不給我講 講完要受罰 所以 甚至最後推到 同性戀不道德 不單止法律問題 甚至都推到很嚴重 這裏 我個人認為 有幾點可以講 第一 法律的問題 有兩個問題 這裏一直都講 兩個問題 因為 法律上有問題 法律解決 不是由此而推斷同性戀不道德 所以 你見到他們那些 即剛才他提過的名字 不同了 他提過的名字 他就說 即是說這些 但這裏 他們不僅是法律上都說 而是道德上是不對的 即是你逆向歧視著宗教 令到我們 時候就剝奪 那你就不道德了 一剝奪人的自由 就是不道德 即是我們歧視入世者法 歧視女性 歧視想要人事 你也是不道德 那為什麼歧視宗教人事 你也是不道德 因為宗教是自由的 OK 那個觀念這樣說 但問題是 不同的地方 即是法律的問題 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 所以第一 就不關道德事 一個不道德 法律就是有些事情可以分開 所以現在這裏 我們考慮就是 法律上 怎樣去把所謂 逆向歧視的情況去處理 這就是歧視一 道德和法律分開 第一 第二就是 逆向歧視 不是歧視 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逆向歧視 不是歧視 歧視 不是歧視 歧視 我們應該是 講出一些基本的 即是 近銀應該有的 的權利 如果我們剝奪了這些權利 我們就會 算是歧視人 譬如歧視社群 種族 甚至現在講到性經向 但問題就是 你所謂的宗教自由 是否真是一種 即是 在這裏講 好像剛才講的 是一些基本的權利 這樣 那當然宗教自由 本身是 但問題是 他引用的 但你自己的宗教自由 如果影響到其他人的權利 那你的宗教 不會因為你是宗教不大 是 是 是 這個正經我先講的意思 這個正經我先講的意思 因為當你那個自由 影響到別人的時候 譬如有些宗教 即是 他是 在歧視著女性 譬如回教就是 不好意思 但實際上也是 即是 他都是一夫哥 你應該說 回教的機要主要 是